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九十九回 这段赶回北梁的时日 浮水坊一直有解明恶药的谍报 传至到徐凤年的手中 除了夺权失败 仍滞留兵部侍郎一职的卢生相 驻扎右路关外 更有以春秋功勋卓著的老将杨丁姓 严振春二人为首的浩荡队伍 与右路关一起构架出三根锥子直指西楚 与各位靖难藩王或者赵柱这样的藩王世子相互呼应 对西楚形成了一个看似滴水不漏的巨大包围圈 徐凤年泛起了冷笑 除了杀雄姬靖小猴的把戏 赵家天子何尝没有祸水难饮到燕辣王头上的卧穿念头 东县由广陵王赵义坐镇 西边有一心求死的淮南王赵英 居心叵测的靖安王赵巡 就算吃掉了这两位 西楚也不可能乘势往西边而去 王朝最西北有北梁铁记 西边则有陈之暴旧藩的旧西蜀 南疆有燕辣王赵炳 这本就是第二个更为隐蔽和严密的包围圈 但是南边暂时毕竟只有个底浪当 领了少许骑兵的赵柱 而且南疆尤为幅员辽阔 西楚在无法北上的前提下 唯有向南蔓延才有一线生机 几大藩王中啊 真正有兵权的赵义 跟当今天子是同胞兄弟 本身就在广陵岛 不用像坐龙椅的那位去太多算计 北梁北有北芒 南有西蜀等于已经被钳制 结果就只剩下赵炳这么个家伙欠收拾了 本朝的萧帆举措 以前有个徐霄鼎刚 朝廷自然守众北梁 如今这徐霄一走 自然就轮到天高皇帝远的赵炳了 而且一封来自太安城的密信上说 张巨鹿在意见被驳回后退而求其次 给出了一份拿西楚练兵和收缴兵权 两不误的新策略 差不多连主动舍弃顾炉的顾建堂 也被狠狠阴了一手 只要是有不服朝廷兵部约束苗头的地方刺头势力 一律明争暗调派往西楚外围 一旦战事出现胶着 就会立即投入战场 死几千算几千 将种门声变天下的顾炉 自然是首当其冲 风雨飘摇 顾炉已是摇摇欲坠 张巨鹿显然仍是不肯放过 若是顾建堂仍然在京 在兵部亲自主持王朝军机事务 也许这条政令啊 还会有些下有对策 可顾建堂已经顶着大驻国的头衔 总领北地军政 张巨鹿又有意无意的给春秋四大名将 朔国仅存的大将军挖了一个坑 在庙堂上为其说话 言之凿凿 唯有顾建堂亲自带兵南下 才能平定西楚乱民 几乎将那位老兵部尚书拔高 到了一人当一国的崇高位置 那如此一来 遭受无往之灾的顾建堂 不上密折的请罪就算胆肥了 那还敢为故鲁子弟说话求情啊 这亦是碧尔一贯的扬谋 始终为国为民并无掺杂半点自信 张巨鹿的制衡术无孔不入 断之不去的文武之争 早期的外戚内患之争 死灰复燃的各地党争 甚至同为捧党的派系之争 张碧尔一直不动声色 闲庭信步 如果说王先之事武无敌 那么张巨鹿就是更为 臣服老辣的文武敌 例如六部之首的吏部 数次在于连和判处张炉的赵又龄 二人之间辗转腾挪 庙堂之外物理看花 瞧着如同儿戏一般 那里不过是张巨鹿一言定之的事情 在他眼皮子底下 谁做事情过了界 就得乖乖的卷铺给卷滚蛋 如果说赵又龄是碧尔的门生 天生底气不足 可要知道那江新渔氏的老家主于建康 也就是于连的父亲 那可是与张巨鹿授业恩师 以及西楚孙锡记师出同门的大佬 平定天下族品高地的高人 更是洪家北奔的始作俑者 老家伙笔下一个轻描淡写的上字 家族就可以礼于月龙门 一个下字 那就意味着举足一起跌入尘埃 整个盘根交错的江南世子集团 连同卢盗林卢白杰在内的卢氏 以及姑母许氏的龙湘将军徐巩 都要为此人马首是战 可这么多年了 张巨鹿啊 一样不买此老半点的颜面 徐凤年不知不觉走到了山顶 楼下有十桌十凳 结果看到意料之外的一个家伙 借刀后春雷秀东一并要回的白狐脸 事后啊 也没个说法 徐凤年坐在他对面 桌上有一大堆绿衣酒壶 连酒杯都是两份 显然呢 是在等自己 白狐脸略带讥讽道 一品四敬 你把四次伪敬都凑齐了 肯定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比你杀了王先知 更让我佩服 徐凤年笑道 能让你心生佩服啊 值了 白狐脸破天荒 帮他倒了一杯酒 推了推酒杯 他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黄龙氏搅乱江湖 到头来是利用韩生轩和你来收官 你不妨数一数 死在人猫和你手上的一品高手 加在一起 有没有二十个 以前任何一代百年江湖 又能有几个一品高手 撑死了 也不过就是这个数吧 徐凤年举起酒杯 自嘲一笑 他随后一饮而尽 伸手跟他要酒喝的时候 摇头道 还真没想过这一场 白狐脸直接丢给他一只酒壶 说道 我答应过李先生要帮你一回 你又杀了我的仇家单子上的王先知 等于我南宫溥叶欠了你两次 不过事先说好 等我在厅朝阁最后一楼看完书 要先去北马 如果能活着回来 这个承诺才做准 徐凤年问 难道是找拓跋菩萨的麻烦 白狐脸点了点头 徐凤年感慨道 一个王先知 一个拓跋菩萨 这得多大的仇啊 你一个娘们 白狐脸冷着脸打断道 我是男人 徐凤年一笑置之 跟女人讲道理 本身就没道理 不过白狐脸估计的的确 却是真心把自己当代伴的爷们 又或者 他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只不过跟远顿北莽 慈兄莫变的慕容同皇 是一个德行 白狐脸仰头豪迈的灌了一大口酒 他大趣道 你要是女子 我真的会娶你 徐凤年无言以对 白狐脸突然说 以前练武 总觉得有杀不尽的高手 割不完的头颅 可这会步步登高 被你抢了先 发现杀来杀去 也没什么意思了 难道到头来 要跟你死战一场 才不负此生吗 徐凤年呛了一口酒 他没好气的说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 白狐脸拿酒壶贴在半边的脸颊上 他玩味笑问 你是想说最毒妇人心 徐凤年大概是第一趟游历江湖 剑皱的真正高手 也就眼前这么一位 至今呢 心里还有些阴影 哪怕如今世间人人皆可战 也还是有些不由自主的发出 徐凤年撇了一眼白狐脸的胸膛 心想就这么瞄一眼 以自己游历花丛练旧的火眼金睛 这位就算是刻意裹藏风情的娘们 芭城也逃不过盛世太平的景象 白狐脸却笑眯眯的说 你找死 徐凤年平淡道 火又不是下大的 我就算没了高速路体魄 也流失了大部分精神器 可你要杀我 总归算不容易 白狐脸挑了一下眉毛 哟 真是出息了 徐凤年默然提着酒壶向后掠出三次杖 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 白狐脸 你还真说翻脸就翻脸呢 白狐脸眯着眼 杀鸡四伏 徐凤年叹了口气 朝山顶口子那边招了招手 王生仗红着脸小跑过来 仍是那副老老实实 卑剑侠捆明剑的可笑拍头 他低头解释道 师父 我睡不着才走到这儿的 徐凤年嗡了一声 转头望向白狐脸问道 哎 你大概什么时候出楼去北莽啊 白狐脸平静道 少则三月 多则半年 徐凤年笑道 那到时候带上我这二徒弟 他叫王生 白狐脸点点头 没有拒绝 徐凤年得到答案后 轻声道 下山后早些睡 高大少女 默然转身离去 白狐脸看着 坐回位置的徐凤年 他皱眉问道 这么好的朴玉胚子 你就舍得当甩手掌柜 徐凤年摇头笑道 在我身边待着呀 反而不会有长进 武道修行 少了魔力就废了 不在鬼门关 来来回回走几趟 再好的天赋也白搭 白狐脸还是盯着徐凤年 徐凤年尴尬道 你大概也能看出 这个女孩子呀 要么学你 做一个气势如虹的男子啊 要么呢 就只能在北梁水土不服 沦为一个谈不上任何气势 只能算是气息如蓝的婉约女子 寻常少女还好说 可这与他王生的心性不符 我其实在三个徒弟中啊 对他私心最大 寄望最高 只不过这种话不能说出口 一旦说出来心思远比吕云长细腻的他 压力会更大 说不定啊 直接压垮他了 王生跟着你穿过北梁 到了北马 就能借着边在独有的雄剑之风 和阳刚之气一气贯注 这比任何言辞教诲和变缆密集 都有更直接的效果 徐凤年旋转着酒杯 他笑了笑 三个徒弟 余地龙我会待在身边 否则不放心 吕云长呢 会丢到鱼龙帮去锻炼一段时 以后啊 再扔到边境上 至于王生 跟你走 徐凤年转头望向比北梁更北的地方 他惊声道 北莽啊 我去过那 知道那的天高云垂地阔 而且 有个人就是在那练成剑的 白狐脸看着这个还不到三十岁的男人 亮亮腔腔 配刀走江湖 说来说去 只是为了报仇 接下来 银马北边 又是图什么呀 徐凤年一拍额头 跑下山去 白狐脸 扶起了鼻声色 这家伙此时火急火燎下山 还能干什么呀 梧桐院内可是一院子的盈盈艳艳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王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是去梧桐院不假 不过还真没什么下流念头 清凉山两位未来侧飞 财民仅在二姐之下的大文豪王初东 跑去梁州一座书院呢 去讲学去了 被那个不让人省心的家族拖累 陆成燕就要劳心劳神许多 只能待在梧桐院 为一大帮子陆氏子弟积攒功德 有点尖功不过的意味 就连徐卫雄先前都提了一嘴 要让徐凤年呢 务必去院子看一眼 那个当下婆家娘家 里外不讨好的可怜弟媳妇 徐凤年走进每夜灯火 皆是不息的雅静院子 有些感伤 想起了玲珑剔透的丫鬟绿椅他们 他们身不由己所处的另类江湖 连半点血气方刚都不会有 从头到尾 就只有冷冰冰的阴谋诡计和违心背叛 徐凤年没有急于走进屋子 环视着灯火如晝的熟悉院子 那些妙龄女子的笑宴 迎绕不去 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在这年复一年 打打闹闹 是否真的开心过 今夜啊 是陆成燕和一名三等丫鬟玄歌 当职披红 三张书桌暗读堆积如山 玄歌自幼便在梧桐院长大 徐凤年再熟悉不过 此时正聚精会神提着一杆笔风爽利的十冠笔 此笔寒墨深重 却吐墨均匀 易于长久书写 而且一直就是玄歌中情的印号 大概是他遇上了犹豫不决的事物 久久玄碧不敢下笔 战末笔风 在他脸上已经画出新旧浓淡不一的墨迹 他毫无知觉 就像一只花脸猫似的 除了玄歌啊 还有一张新鲜面孔 徐凤年知道 他是二姐精心筛选出来的少女 叫俊秋 算是梧桐院的新人 他手上处置的秘党 比较前辈玄歌要粗浅几分 他原本在用五指握住另外一只手腕轻轻转动 很快就看到他这个北梁王的身影 吓了一大跳 就要弹起身庄重致力 玄歌也回过神了 徐凤年对他们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悄悄走进 最里边的一张桌子 看到那陌生多余熟悉的年轻女子 浮暗而睡 纤细的肩头 微微的憨声 应该是累坏了 徐凤年轻轻搬了一张椅子 坐在他的身边 看着批诸完毕后 整齐放好的一罗罗公文 仔细分门别类 他双臂压着一份尚未落笔的折子 徐凤年低头望去 是刘州那边的一份公务 说的正是啊 当下正在暗中进行的大换血 一批批流民 有序迁入高渝之地的灵州 在安置梅座位 坐在梁幽灵三州官场的外地世子 进入刘州围观围理 徐凤年收回视线 认真打量着这个自己一直疏离的青州女子 他穿了件入乡随俗的小花棉布裙子 远远不如江南女子装束那般层层叠叠 柔长白转 北梁昼夜温差极大 一辈上挂了一件郁寒所用的浅绿照衣 大概是睡得急匆匆忘了披上 因此他睡觉时下意识地抱紧双臂 多半是没睡踏实 徐凤年叹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抽出赵衣 帮他盖上 徐凤年当然知道 这是那个让上驻国路费 西斗宠溺 而且打心眼里欣赏的陆家女子 陆承彦很聪明 正因为他的灵慧 才会感觉到徐家从徐霄到徐卫雄 还有他这个夫君心底都更偏袒王初冬 而不是他 但这样一个从未流露半点忧怨委屈的女子 更是做出过在陆氏新词堂外拔剑欲杀人的举动 不光是那些陆氏老奖 估计连他爹都要心生不满 虽说是嫁出去的闺女 难免就是泼出去的水了 可胳膊肘也太往他徐家拐了 竟是半点都不让陆家这个娘家占到便宜 是个人呢都会难免复飞 那他陆承宴为何要嫁入徐家 陆家经历千辛万苦跑来这贫寒之地落地扎根 难道就不该想点福 沾点光吗 徐凤年坐在陆承宴身边 开始亲笔批住一张张公文折子 期间三等丫鬟悬歌 捏手捏脚走近 轻声说陆小姐让自己半个时辰后就得寒醒他 徐凤年摆了摆手 夜深人静 唯有笔风划过宣纸 轻轻速速 新丫鬟俊 偶尔会撞起胆子 转头悄悄看一眼 那位人间富贵至极的年轻男子 当窗外泛起鱼肚白 徐凤年批完大大小小的折子公文后 无声无息地走出梧桐园 俊秋一整夜都毫无睡意 一次次偷看都没看出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藩王怎么就能杀掉那个武帝城的城主 那可是活了一百多岁的老怪物啊 一直不敢出声的玄哥 拿了一团废纸 砸了一下这不知青种的丫头 后者呢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当陆成燕 咪咪咪呼呼 醒来的时候 徐凤年已经出城 赶往边境 他只看到桌上的那座大山堆已经搬空了 肥梦好苦 草坠般的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灵灵路 伏雨就一湖 帝王江山几谱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